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love you 要珍惜 別把愛情打遊戲 愛到不為你 再生氣 I feel what I can show you Why don't you Diamo I love you 刷新機 套我新歡喜 我的故事一直 Diamo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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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上去, 大師傅會幫你的 娘, 放開我 小蓮, 娘的本事有限 能夠幫你做的, 就只有這麼多 娘, 我求你不要這樣 我會戴救一輩子 不用內疚 答應我 發發樂樂和張子柔動過月生 娘的犧牲就有價值 娘, 娘 師姐, 開始吧 小蓮, 精靈轉化為人 本來違背天理後自然之道 但是, 你對愛情的堅貞難民可貴 你要記住, 你轉化為人之後 最終極的支柱就是愛 如果你仍然得不到張子柔的愛 不能夠跟她再次勝出 這就行了 傻女, 你要努力 還有, 你能夠變成人類 是因為有原品珠在你的體內 如果原品珠離開你的身體 你也會死 原品珠有強大的能量 會令你痛腹感痛 好像有千針次萬重鬧一樣 這些痛苦會隨著你一生一世 就算要我什麼都不怕 我只是不想對不起娘 糟了, 爹 你呢 啊 大子 seiner 浪漫 大父 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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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我不要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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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楊 阿楊 還想走 阿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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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心愿走过 镜子里的我 都不是我 自从你离开了我 感觉很软弱 你的意思在每一刻 降落 好像是在提醒着我 少了你的陪伴 我现在有多寂寞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 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的我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我今夜里擦去你的承诺 爱情 他是不是已经带了我原品珠 非诚成仙了 你来迟了 一切都是定数 随缘吧 小小弟 小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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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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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姑娘 怎麼還沒醒呢 娘 我回來了 娘 我回來了 娘 回來了 她怎麼樣 都已經三天了 她還沒醒 她會不會醒回來 娘 你看 她醒了 她醒了 是啊 姑娘 姑娘 慢慢來 姑娘 慢慢來 慢慢來 你們是誰 這裡是哪裡 我怎麼會在這裡 姑娘 你不用怕 這裡呢 這裡是我們家 我是牛媽 他呢 他就是我的兒子 叫鐵牛 前幾天呢 我在村口那棵樹裡發現你 救了你回來之後 你一直都昏迴不醒 你叫什麼名字 你怎麼會一個人來到我們李家村 還在村口呢 我叫什麼 我叫 我 什麼 你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記得 我真的什麼都不記得 我怎麼會在這裡 我叫什麼名字 終於來到洞亭湖了 不知道師父怎麼樣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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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你醒醒吧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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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呼吸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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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這樣死了 師父 真的死了 師父 師父 你怎麼可以這樣死的 你一輩子的英明 你竟然會在你元晶手上 本來我還擔心你元晶的 想不到 死的那個是你 師父 為什麼 為什麼 師父 你真好癢 你怎麼可以死在你元晶手上 師父 師父 你元晶春花和小蓮 偷了我教的寶物元品珠 你作為一個得道先人 應該懲罰他們 把元品珠交給我才對 怎麼會幫助小妖飛星呢 喂 你以為不出聲就可以同備責任 我最多過上天庭 找玉皇大帝評評你的 你的道行雖然是高 但始終都是個凡人 想是天庭出入治愈 恐怕還不可以 豈有此理 這真是此生靈人 算什麼神仙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一切都是緣 你能夠得此寶物是緣 失去它也是緣 你就隨緣吧 你這個神仙說鬼話吧 偷人物上緣 那殺人放火做奸犯火也上緣了吧 師父 這件事真是死在小年六母女手上 那她倆母女呢 飛去上天了 師父 多帶個錢 放下身 想和那些鬼差 他們會對你好一點的 別這麼孤寒 師父 你對唐本江的恩情 唐本江來世代報 你怎麼還站在那裡 還不回來幫忙 你是大徒弟大師兄嘛 這麼重要的任務 當然是交給你 算了 他不是真心做師父的徒弟 他只是想利用師父而已 畜生 我來幫忙 有緣的話 原品珠終有一天 最後會回到你手上 什麼 終有一天 我現在就要 小妖已經成功飛升 原品珠她已經用完了 你上天庭找她 叫她給我珠 對不起 這方面我沒辦法幫你 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小年她現在很需要原品珠 所以暫時不可以還給你 不過我可以答應你 等她不需要原品珠的時候 我一定親手把她還給你 她已經是神仙了 還要原品珠幹什麼 難道要把她送給其他妖精和道嗎 我不會答應的 我要馬上拿回原品珠 你快帶我上天庭找她 馬上去 有膽無禮 幹什麼 死啊 死了 我怎麼樣 師父 師父 你還沒死嗎 你回來幹什麼 你死不壓下 我死了個頭 我哪有死 我只是原神出竅 她是你怕我學了二十幾年道信 這樣也分不出來 還不快抓我出來 我早就懷疑師父沒死了 是他們倆硬說師父你死了 你好虛偽 你死了 飛起小人 說這麼多幹什麼 還不快抓我出來 幸好我提早醒了 不然就變了冤枉鬼 我不怪小雅 因為她學道日子尚全 但是你 你真是一點勇也沒有 但是你剛才看不到沒有 我救了你這麼多的事 你原本金也沒有了 你還說 你真是 你真是 你只會罵我 江維菲的壞人 連半滴眼淚也沒流過 因為我相信師父今天還沒死 師父道行高深 道述出神入化 又怎麼會死在你如禁的手上 是嗎 師父 那當然了 那隻老妖已經被我打死 雲飛拍散 灰飛煙滅 至於那隻李如精 他怎麼樣 要不是洞庭狐仙從中作梗 我早就把他殺了 拿回原品珠了 那隻小妖精拿了原品珠 飛上天空做了神仙 真是豈有此理 小蓮她 真的飛升了 她 舍得離開嗎 她就這麼跑了 她真的飛了上天 小蓮 你不回來也好 你一回來 把天師神抹放過你 我們就永遠都見不見了 只有 你想什麼 顧著那隻李如精 你不可以喜歡她 但是她是我妻子 你妻子是金貓丹 不是那隻李如精 她不適合你的 你不需要遠色 我知道是違背論上 是不正常 但是我沒辦法控制自己的心 我以前一直逃避 不讓自己去愛她 但是她走了之後 我才發現自己其實很想念她 唐滿江 你鄙視我也好 恥笑我也好 我不想再欺騙自己 我深深愛上小蓮 我深深愛上小蓮 但是已經太遲了 我辜負了她 我對不起她 我不會鄙視你 也不會恥笑你的 其實我也了解你的心情 我也是一樣 明明知道不可以成親 不可以談戀愛 但是我心裡還是顧著小蠻 而且還時時幻想 替她拜堂成親 替她動防花束 唐滿江 你呀 你呀 本路子也是壞思想 我沒有呀 我想的事也是很順極的 我沒想到壞事 我相信你 我要把你的路看清楚 要命呀 打死你 其實我很羨慕你們 就算不可以成親 都可以經常在一起 你怎麼這麼想 又或者她會變成神仙 回來找你也不行 是呀 她這麼愛你 就算她變成神仙 也一定會回來找你的 其實她在天上當神仙 逍遙快活 不是更好嗎 對了 師父明天早就要起程回京了 你真的決定和我們一起走嗎 我早就決定要回京城 親自向左上大人請罪 但是這樣你就一定會死的 是啊 你何必要伯伯送死呢 你不如偷走 我和小蠻會幫你的 我是不會偷走 因為 某單是因為愛我而死 現在小年也離開了我 我可以說生無可戀 死無牽掛 我寧願光明磊落地死 也不想偷偷摸摸做人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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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唐本家 你最喜歡吃的雞屁股 謝謝 你最喜歡的雞腿 謝謝 師父 吃點東西 你很多東西沒吃東西了 要保重身體 令太祖師爺 我對不起你們 雞仙失了原憑豬 最怪萬死 最無可恕 我真的沒給他做人了 師父 你別再哭了 你哭了 原憑豬也哭不起來了 如果你死了 誰是成計天使道 是呀師父 說不定那個小妖 根本沒有飛升成功 飛到一本就掉下來 說不定掉下來的時候 連原憑豬也一起掉下來呢 李余貞 你跑去哪兒 快 你還想走 你幹甚麼 放開我 師父 他不是你的儀貞 他用妖法變了臉 師父 他是人 對不起… 不會… 姑娘,對不起 傻瓜 對不起 你不要整個拉斯斯塔利好不好 好啊 整天耳鞋鞋煩死人了 如果你怕煩的 快點把原憑豬拿回來 師父 你嘴巴很臭 走走走 桃園貴 是你 我 找原憑豬全靠你 我 師父是不是傷心過度傻了 桃園貴 你還記不記得原憑豬誕生那天 這個書生在仙學貫 當然記得了 是我留他在仙學貫住的 他是不是親眼看著原憑豬誕生 張子柔 你還記不記得我跟你說過甚麼 你說 是…是你 就是你 我早已推算到原憑豬誕生之事 會遇到一個教外之事 這個就是你 我會和這個人 為了原憑豬糾纏不清 我會和天師還有原憑豬糾纏不清 師父 你是這麼說過 但是和原憑豬有甚麼關係 豬是不是他偷的 是啊 就算是糾纏不清 也應該是一條李如精 關子又有甚麼事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推算不會錯的 李如精偷走了原憑豬 師父和李如精又糾纏不清 李如精又和張之柔糾纏不清 這就形成了三國關係 雲飛 你分析得太好了 想找到李如精 拿回原憑豬 關鍵就在你身上 但是李如精已經升仙了 我 我還有甚麼辦法 我知道 我知道 李如精不是你妻子嗎 他不是死纏著你不放的嗎 他做到神師也好 做不到神師也好 他也會回來找你的 來來來來 喝吧喝吧 沒酒了 他真的會回來找我 師父 師父 你為了原憑豬的事 心煩意亂 不如今晚休息一下吧 不行 原憑豬的事 也不知何時才能解決 你這麼努力的學道 為師不能擔不來 我把易容術傳給你 看清楚 他變成了你 他變成了你 比我還要瘋了 易容術 真是太不可思議 師父 實在太神奇了 哈哈哈哈 還沒 我們道教變化之術 極為神妙 變化多端 變化之術 可以分為三類 天變物變神變 宇宙在乎守 萬化生乎神 只要能夠觀察 領認天之道 對造化之秘 一切變化 都可以由本日造成 變化根本在精神氣 只要守住自己的 願精 願神 願氣 守之於內 用之於外 就可以無所不難 唐門哥 你明白嗎 明白 你真厲害 但是有點複雜 你明白嗎 師父就是說 將外在的方術修圍 與內在的元神元氣結合 做到內道外反 對 你真是聰明 變化之術 如果練得好的 就可以易容 隱形 飛天遁地 滑地為河 翻雲覆雨 點石成金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真是這麼厲害 理論上是這樣的 但是我還沒有達到 無所不能的境界 師父能夠飛天遁地 易容隱身 已經很不簡單了 以你的聰明誤性 要達到這個境界 指日可待 不過 有一點你要記住 哪一點 你學會這種高深的道術之後 一定要好好運用 助己助人 造福眾生 心術要端正 否則必自食其果 開人終害己 兔兒謹遵教喚 一定用於正途 我現在把易容信傳授給你 謝謝師父 你們倆還不出來 師父 你們倆在幹什麼 師父 你是我偏心 你只教江雲飛高深的道術 那我和唐滿江也沒有份 我教你們你道道什麼 只會道忌人 自己也不努力 師父 你不教我們不要緊 但是江雲飛心長度辣 心術不正 如果你教了他隱身術的 將來一定危害天下 和及蒼生天下大亂的師父 你以為中傷我就有用嗎 師父又不是老胡同 不會聽你胡說八道的大師兄 有空就用心打坐仲經 劃符念咒 勤加練習 把花心師搞破壞 搬弄是非 行不行 算了 師父現在都被他迷著了 你說什麼也沒用 我們走吧 走啊 師父 如果你今天教了他 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你再不走我真的會後悔 我好好看著張子柔 如果他被李如精搶走 我就殺了你們倆 張子柔 連勾結妖魔 老走我的寶貝女 害他死得這麼慘 今天我不把你碎屍萬斷 我還是人 那等明天早朝 就明勝上之後 馬上把你拿去斬首 我要把你屍體屍中十日 才能洩他心頭之分 茅蛋是因我而死的 如果能夠用我的性命 搭借他對愛愛 我就死而無憾 相爺 將軍大人 張子柔老走卯丹小姐 實在罪歸萬死 不過他是被李如精利用 用妖術迷惑而身不由己的 其實害死卯丹小姐的是李如精 而不是張子柔 張子柔 張子柔 你是為他求情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張子柔罪不致死 不如就放他在生路 什麼罪不致死 他住在相府的時候 就勾引我女兒 還老了我女兒和他一起私奔 就憑這兩條罪 應該死一萬次了 老夫就是有太多好生之德 一次又一次放過他 才會 才會令馬丹死得這麼慘 我這次 無論如何都不會放過他 只不過 握得我們的天外 你還向他求情 師父 你實在太仁慈了 依我知見 張子柔根本就不是被李如精迷惑擺佈 他一開始就勾結妖精 肚無不軌 所以說 免他的死罪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的 我真的想親手殺了他 為卯丹報仇 什麼 張子柔 天爺死死 師父 你不是幫張子柔求情嗎 情我已經求過了 但是襄爺和將軍恨他入骨 一定要處死他 雲飛本來答應幫忙求情的 突然間改好風 一口咬定要處死張子柔 江雲飛這個壞人 他恨不得把張子柔的玉刀成玉將 又怎麼去幫他 就是了 師父 你真沒用 你怎麼算是國師天師 你連一個小小的孫生都救不了 你以為我不想救他 他是我拿回元品珠的唯一希望 他死了我就什麼都沒有 我比你更傷心 師父 我知道了 把元品珠這件事告訴上爺和將軍 或者可以救他 嘘 元品珠是本教內部的秘密 千萬不能張揚出去 你們說了 有誰不想長生不老 有誰不想做神仙 有誰讓皇上知道元品珠的事 下一道聖旨要把元品珠獻給他 你們說了 誰敢抗旨 就算是宰相和將軍 都未必敢保證 對元品珠的事沒有企圖 江雲飛這麼清楚元品珠的秘密 你不說了 他一定會說的 我想他早就跟爹爹說了 他一定不會說的 他曾經在祖師爺面前發誓 他一定會搜秘密 你相信他 我就不相信了 我也不相信了 成了元品珠 真是難過長生不老 變成神仙 沒錯 元品珠是可以令人長生不老 變成神仙 可惜 他已經被李如禎吃了 李如禎變成神仙 元品珠 沒有了 這麼說 這樣也拿不到手 真是太可惜了 是啊 太可惜了 雖然你是我爹 也不保證你不會跟我爭 張公子 你多吃點吧 去到地府 也要做個寶貴 謝謝你 小文姑娘 知道 你和我都算相識一場 算是自己 為我們的友誼 乾杯呢 好 跟我說 乾了這一杯之後 我們就永遠了 有緣的話 希望來生再見 好殘忍 上天怎麼這麼殘忍 先帶走了表姐 又帶了小蓮 現在 連你的命都要帶走 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為甚麼好人總是沒有好下場 你們兩個不要難過 上天對我都算不錯了 我曾經和某丹相愛過 又有像小蓮這麼好 這麼深情的妻子 還認識了你們兩個好朋友 只有已經死而無憾了 希望在我死了之後 每年的清明 都能夠收到你們的一炷清香 我就很開心了 別說清明了 我每一天都會為你燒香 不止一炷 要三炷才救 是嗎 唐門哥 不錯 我會幫你打一招 不然我們肉 還會超到你這個亡文好不好 謝謝 來 給你收我 我真是希望你們可以得到應有的幸福 只有 我記得給你一趟 還有一個洞 讓你快點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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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不会让我死得那么舒服 是不是 你真的很了解我 你几乎可以成为我自己 你让茅丹背弃我 在这么多人面前把他抢走 等我成为天下人的笑臂 就算我杀死你十次 也洗不清你给我的恥辱 大人 如果你打死了他 他怎么会跟皇上交代 你放心 他死不去的 起床 他死了 啊 不会是吧 沒有呼吸 又沒有蜜蜂 不是死了是吧 他是朝廷的殷犯 皇上明早要親自捐斬他的 他死了 我 我就一定人頭落地了 糟了 怕什麼 萬大事由我擔當 我想到一個辦法 啊 什麼辦法 你放心 我保證明日 會有一個生歐歐的張子佑 送去法城 發肱子佑 Should kidding 和 Sens theology セ绝 Ci Rodrigo Aチーブ Ciikel Ci?」 Ci Platform H-ing Ci∖ Ci∖ 靜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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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死了 這裡是哪兒 這裡是不是陰曹地府 我要讓你們看的就是他了 子柔 張公子 怎麼是你們 你不是死了嗎 怎麼又回生了 我們是不是發夢了 哪有可能的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昨晚明明被你打死了 我們剛剛去法場 親眼看見你被人砍頭 怎麼會這樣 我被人砍頭 是呀 雷飛 到底是甚麼事 剛才在法場上被砍頭的 不是張子柔 而是另一個死囚 但是 那個人明明是張公子 因為那個人被我譯了容 你把他譯了容 沒錯 就是用師父你教我的譯容信 這種譯容信 不只改變自身的容貌身形 還可以改變他人的容貌 是啊 不過 你學了易容大法 只是這麼短時間 就有這樣的成績 唯師真是喜出望外 是師父教導有方 昨晚 我去天爐把你打到半死 其實是苦肉計 等你暈了之後 我就騙過玉瓶 說你已經死了 然後叫他找另一個死囚頂替 我首先弄暈死囚 再師父教我的譯容大法 改變他的容貌 所以 今天在法場死的 並不是張子柔 而是另一個人 張子柔 早就被我偷偷運出天爐 帶來這裡 但為了安全起見 我連你們都騙了 等假的張子柔死了 我才帶你們來見他 雲飛 之前你在尚府咬牙切齒 一定要把張子柔處死 為什麼突然想出 移花節目之計來救他 上次在尚爺和爹面前 逼著要做一次戲 張子柔必定要死一次 不然我們怎麼向皇上交代 但是師父說過 想拿回原憑珠 張子柔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為了師父 為了天師道 我當然不可以讓他爭死 那你爹和宰上大人 知不知道這件事 當然不知道 原憑珠是我教的秘密 我發覺世不會對人說 所以這次的事 我爹和尚爺是不知道的 現在除了我們幾個之外 世上的人都以為張子柔已經死了 太好了 實在太好了 雲飛 你真是做得太好了 我很自豪 很高興 覺得真是好聽 你做了這麼多事 根本不是為了師父 也不是為了天師道 我看你為了自己 其實你早就對原憑珠有野心了 你救張子柔 無非是想把原憑珠拒為己有 求本剛說也對 師父你別相信他 這個人擺明另有居心的 停口 你們倆真是沒用 只會針對雲飛 你們知不知道他為師父和師門 做了多少事 你們做了甚麼 說吧 我…我… 還亂說甚麼 我用道士來動你 算了, 師父 我不會怪他們 昨晚我打到你半死 你真是很對不起 你身上的傷, 沒事吧 不用死少少傷 算甚麼 多謝你救回我 想不到 救你一命的, 會是我 其實我也想不到 自從跟了師父學道之後 我的人生觀都改變了 以前的恩恩怨怨, 算了 我們無必再計較了 這就對了 冤家而解不宜見 張子柔已經死了 可以開始你新的人生 不過 暫時你要留在我的身邊 直到我找回原品朱為止 到時候我自然會放你走 師父, 這是甚麼 為了提防他被李如精搶走 我要和他形影不利 同分同坐同食同阿 那如果李如精不利 你們倆豈不是一輩子都要綁在一起 那你就快求神拜拜 叫他快點回來 我們在屋頂之上 喝酒上穴 真有私意 你也吃一口吧 謝謝 今天是十五 月光特別圓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蟬倦 書生真是書生 一見月光就任私 雖然分隔千里 但是一起看同一個月亮的時候 心靈就自然相通了 他到底是誰 為甚麼從前的事 我一點都記不起來 為甚麼 我只是記得這個人 他到底和我有甚麼關係呢 讓我看待自己 在衝壞 你不能跳 你怎麼是 一見與我 掉進去 你不能跳 你不走 日子 我 gor envol 再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 你的影子在每一个角落 好像是在提醒着我 少了你的陪伴 我现在有多寂寞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 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的我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在极力里擦去你的承诺 爱情是个梦 而我睡过头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记忆里擦去你的承诺 爱情是个梦 而我睡过头 爱情是个梦 爱情是个梦 的梦 爱情是个梦 爱情是个梦 的梦